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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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霧到底怎样形成的呢? 霧霧主要成份是PM2.5 汽车的尾气排放 建筑地盘的阳层 煤电和煤软的排放 工业排放的气体 烧鸡干 农枯割了产品之后 留下的材料 弄起材料 烧完后 把灰灌散在田上 等它过冬天 这就是一个秘田料 但当它烧鸡干的时候 很多PM2.5 所以现在也不准烧 除非你可以高价收购 改善的办法 是淘汰黄标车 提升汽油和石油气的质素 鼓励发展 电动车 法例批定 建筑商用 各种措施 减低阳测 并且严加监察 而且不正值的监察 要发展 严控煤电和煤软的排放 尽量用天然气 目前北京市里面的居民 全部用了天然气垂涟 降低冷天的时候 PM2.5的排放 推动使用清洁煤 胶外 那些天然气管 未能去得到 所以它们一样烧炭 一定会有排放品 那你怎么办呢 用一个方法 用清洁煤 重要知道 国企可以做些煤出来 是很干净的 就下个命令 因为它们是国企 要低于成本价 买给这些乡村的农民 说到烧鸡干 就不让它们烧 必须要令到这些鸡干 有人去收 有人给钱去收 收完回来 可以做建筑财献 然后就减少工业的排放气体 提升的技术 调整的工序 控制的排放 但是有些工业是没办法 可以符合到那个要求 鼓励你结业 签洗 或者被人并购 担小排放 是有困难的 不是说那么容易 每一个省政府 它的省的收税 就是靠工业 关闭一些工业的时候 它们就面对两个问题 怎样可以给失业的工人 有崗位 第二件事 如果你的要求工厂结业 省里面税收收少了 怎样做那些民生和基建的项目 于是它的经济发展便受到影响 所以要循序前进 也要筹划 不能够一次过全部 把一些有污染的工业全部消灭 外陆地区的霧霾 是否会加倍严重 但它地区的差距和霧霾 一样教优先 十三五发展理念 其中有一个叫协调 要想办法解决一些对它经济发展 不是那么大影响的源头 鼓励推动 这些对它经济发展是有直接贡献的工业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 巡查一些违反排放规定的工厂上面有很大的困难 中国政府对这方面的流动有什么解决方法 放了一个电子的测量器在柱 哪个排放是高了的 即刻有警示 用无人飞机就整个镜头在这里 哪里觉得好像那些烟黑的 不是白色的 不是蒸气那么简单 那过去那边看 迫害率是大了很多 那个效果也是好了 中国实在太大了 没有办法那么快 所有的牙齿都没有了 我们要继续努力 不断地改造 多谢